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但这一节我们不是讲论证了,正如上一次我们最后讲到,我们会讲黄毓民先生对我的评击,我的一些意见,我希望呢,我尽量希望一节会讲完了,这一节不会很长,比平时的节目会短,但我希望将我的声音讲得很清楚, 我和黄毓民先生早已在千禧年代认识,我认为他最近三番四次对我的攻击,我不猜度动机,动机又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演绎方式,但我只是说呢,这样的做法是完全是令人觉得很可笑, 很可悲,因为呢,你完全是groundless的方式去指责人家,结果就是什么呢,人家根本上不是你指责的情况,冤人家吃死猫,就冤我吃死猫,将一些我不是的东西,将它铁标签到我的头上, 这种手法呢,这种这样的污策方式,就像一些墨鱼喷蜜汁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呢,其实也都不是专门对待我一个人,以前很多人都有类似, 有这样的一个评论,但我只是说呢,今天我会觉得非常荒谬的一件事,就是说,他将我批评江文慧的一些言论背景行为,将我上纲上线到一个匪谍,共谍的位置, 甚至要求台湾国安来调查我,如果不是的话,就说什么台湾政府呢,去这个反渗透呢,全部玩假的,这些这样的恶言相向,公开披露,而且呢,文字有,声音有,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也都觉得,既要用Facebook文字去做一个回应,也都需要用声音呢,在YouTube那里做一个回应, 这个回应的意义是相同的,我会将我在Facebook上贴出来的这段文字,照读给大家听,令大家我了解一下,究竟谁是谁非,一个人在哪个地方读书,不是最重要,各有各的原因的, 例如有人走到非洲的地方读书,是想体验当地的情况吗,有些人想去香港读书,想去体验香港的情况吗, 那难道现在你告诉我,现在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的,他们全部都是党,他们的校面的党委,就是叫校委会,基本上都是党在控制中的了, 那如果我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全部都是共谍呢,同样道理的,在中国很多大学,都是很多共产党控制中的大学, 进去独走刺,不入苦悦,焉得苦止的感觉,那我当时的心绩是什么呢,希望跟大家讲清楚, 希望大家知道,我批评江文不是在于他中国人民大学,拿到碩士学位,也不是在于他中国人民大学, 在党校读书这一点,不是,我批评他的重点,是在于他发表的言论,行为思想,他的碩士论文很清楚, 我都在上一个再上一个节目讲过给大家听,所以大家知道他是什么的人, 然后他怎样去对待一些不同政见的人,那我们上一节已经和大家讲过了, 所以这个言论行为是重要的,你要用腹匪,用动机,诸心,去看一个人做个抉择, 而不听别人的一些解释,是完全是粗疏,可笑,可怜,可悲的,希望他能够反省, 当然我不会相信,他真是会道歉的,但我依然有这样的微弱的期待,希望他能够公开道歉, 我将我在面书上Facebook写的文字读一次给大家听,大家清楚发生什么事, 近日大家关注巴黎奥运香港队金牌得主江文慧的言行背景, 本人是众多评论人当中,最初提醒大家要注意江文慧言行的人之一, 但是,我依由冲之言,却惹来某军借题发挥,攻击散绑,智慧遗憾, 甚至连曹兴成、杜汶泽都因为参与电影《零日攻击》都被他贴上,标签, 甚至无论曹兴成是先统后读,横家批评,令人窄窄清奇。 王毓云,更日持续诽,诽谤抹黑我, 桑普,是滲透台湾匪蝶,曾经为党媒大公报《文汇报》撰写过专栏, 写过歪曲历史,乃共的教科书,这几点是完全指虚乌有,凭空撵造的方言。 我们希望他如果有这样的说法,拿出证据来, 你抹黑人,你要告诉别人,你的证据在哪里, 是吧? 我不是叫你prove the negative,我叫你prove the positive, 你说我曾经为党媒大公报《文汇报》写过专栏, 给大家看一篇文,哪一篇我写的, 不要说听过,你直接不断攻击抹黑, 写过歪曲历史乃共的教科书, 真的觉得好笑,哪一本,哪一册,哪个出版社,哪一年, show me, show me, show me 你的诽谤, 心透台湾的匪蝶证据, 你prove the positive,你付举证责任, 以完全指虚乌有,凭空撵造的方言, 贬选打击我的人格名誉, 甚至出现洞乞, 要求台湾国安单位对我立案调查, 否则他们就是说, 玩杀犯甚至是玩假的, 并且在这个myradio的网台, 节目中,和这个社媒帖文当中, 以很多粗言谓语, 包括什么头,即是插头, 和含架什么, 来不断公然侮辱本人, 我是台湾律师, 我很清楚, 什么叫公然侮辱罪, 恐吓罪, 和诽谤罪, 他的言论行为, 显然已经构成违法, 如果不消除影响, 本人保留一切追究的法律权利, 本人曾经在律师执业期间, 就读于北京大学, 在2003至2010年期间, 就读并取得法学博士, 本人报读的动机, 是希望在江湖年代, 善用公寓时间, 尝试亲身了解, 中国产官学的真实情况, 我其实这个深迹, 早已经在年前, 已经公开披露, 以及已经写过文章, 在台湾的媒体上, 说明清楚了, 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找一篇文章来看, 其实在网络上已经有了, 希望大家要明白, 希望在江湖年代, 善用从事商务律师工作的公寓时间, 尝试亲身了解中国产官学的真实情况, 以免人云亦云直击中国之弊。 我的言行是一致的, 从来没有包扬中共一党专政, 或者支持过中共或中国统一台湾的言行, 和江文慧的言行截然不同, 这就是分别。 而我, 在香港和台湾近二十年来, 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和言论, 更见我上面的所言非虚。 我的博士论文, 是叫做《中国公用事业的管制与竞争》, 早已经是十年前, 由台湾汉奴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罪言明确说明了, 中国不仅需要反对经济垄断, 引入有效竞争, 还需要反对政治垄断, 引入有效竞争, 打破权规垄断, 走上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 如今看来, 我更加在十年以来不断反省, 更从根本上否定任何形式的大一统中国, 但这是后话。 王毓民, 如果以本人取得北京大学法律博士的学位, 写这篇博士论文, 就是本人为中共走狗为中共的支持者, 显然是荒谬。 我去北大见识, 也有独特的时空背景。 当时, 我在跨国外资事务所担任商务律师, 协助外商明辨投资中国各类风险, 在谈判桌上, 和对家中资企业展开商务谈判, 并且密切掌握了中国政治经济的情势。 我当时的工作需要, 即律师执业的工作需要, 和我的博士论文内容, 也就是中国公用事业的管制和竞争, 是密切相关的。 我不接受任何以偏概全的诸心之论。 如果按照王毓民的逻辑, 取得英国牛津剑桥学位的, 是否等于MI5呢? 取得美国哈佛耶路学位的, 是否等于CIA呢? 取得台大学位, 是否国民党员呢? 任教过珠海书院的, 是否等于台湾特务间谍奸细呢? 无溪之谈, 可以优异。 又记得在2010年, 我还在香港的时候, 曾经积极响应支持过, 王毓民亲身参与的五区公投运动。 我还记得当时, 长毛啦, Tanya啦, 梁家杰啦, 余若美啦, 都是参加的。 甚至在保选当日, 全程跟王毓民的车, 在九龙西, 不断巡回不同的地方, 为他赴选的。 但对于后来, 他对民主派, 和本土派之间的人士, 民主派内部的问题, 本土派内部的一些人士, 持续挑起矛盾, 导致组织人士一分为二, 二叉为四, 自敢剔神, 警剔谨慎, 占行占远, 但终究不发恶言, 长期没有联络。 有留意我的节目也好, 大家知道, 我基本上不开他的名字来骂。 由以前写文章, 到D100, 一路去到台湾, 做自己的YouTube, 在台湾的各路媒体做节目, 我都基本上, 我印象中, 我从来没有骂过他的, 开名骂过他的, 不发恶言, 长期都没有联络。 关于有人声称, 他收购共产党钱做事, 或者说他贪财, 耗赌, 诈骗, 这些事, 因为涉及人证物证, 我都未作过公开评论。 亦都在这个地方, 不妄下判论。 我不妄初冲的, 继续赞文论证, 针匾时弊。 及至2016年, 我计划出版狼吞虎宴的正论集《两冊》, 当时的出版社, 竟然被中共国安无情洞吓, 以至在我和朋友的虎宴之下, 终于让出版社的老板答应, 一出版, 就撿他的出版社。 然后出版社老板, 避走他过一段时间, 而我的书籍, 也只可以勉力在香港书展上出售, 完全上不到销售通道, 完全由中联版控制的书店。 然后有网络电台主持人, 即D100主持人李慧玲, 邀约访问我, 及后因缘祭会, 邀请我在律师公余时间, 成为电台时政评论人。 这才开始了我的政论开港的事业。 对于有因于我者, 包括这很多朋友, 前辈, 我是敏感五耐的, 非常感激的。 这些年以来, 我也未曾在文章或节目中, 指名道姓批评过黄优文。 至于黄优文这番对我持续的散磅, 龙虚作假, 动机何在, 意欲何为, 还望请教高明。 至于, 他说, 我桑普, 在台湾做民进党打手, 这个说法更见荒谬。 我是独立评论人, 不党不盟。 真假是非, 左右分歧, 清心直说, 公开透明。 时至今日, 我的言行, 无舍, 党派之师, 一路走来, 始终如此。 我不是民进党员, 也不是收钱, 或者不收钱, 去帮他做事。 从来没有。 也从不利用言论文字, 为民进党的私利服务。 反而对部分政策有所批评。 明的有, 私下的都有。 这是建设性的建议。 一心一意, 是为台湾对我恩同在座的国家, 建议和努力。 四大光临, 反共, 抗中, 保台, 援港。 有很多时候, 我没有办法, 在做完很多的政策倡议之后, 一不一实在在这个地方, 买口乖, 说一次。 Efficacy是很低调的, 而且不可以, 拿来当自己的门面去认识, 我成功争取。 我今天说一件事成功争取, 会引来很多被我游说的人的不变。 你想想, 你做游说, 如果你公开敲锣打鼓, 我说过被官员知道什么什么。 那官员不做, 全世界针对他。 那官员做, 荣光归于我, 而不归于他。 那你说那官员作何感想? 所以Efficacy是很低调的, 也不值得去认识。 做完上帝知, 受益人知, 我知, 救。 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方式。 那如果你byping我, 有些事是不是力有不大? 有没有一些事我尽力做, 我真是尽力做, 我问心无愧。 这个可以, 知我者, 军可作证。 因此, 对于某些实际上是国民党员的人, 含血喷人的恶功, 多年来分化香港民主派、 本土派阵营的人所捏造的谎言, 我必须严正驳斥, 以正视听。 希望大家明白我的心绩。 有兴趣看我的文章的, 可以在Facebook帮我贴文。 有兴趣看他, 王毓民, 如何攻击我的。 可以看他的Facebook, 可以看他的留言, 可以看他在 myradio, youtube频道的节目, 标题, 图卡, 言论, 讲的粗口, 下面很多不同的人所留下的言论。 真假是非, 善恶, 一目了热, 我会觉得, 这件事要讲清楚, 不是的话, 有些人不断做一些造谣生事, 甚至好像有股势力, 有系统那样, 在不断说不同的东西, 造谣生事, 而指向同一类, 同一个方针来抹黑。 这点是非常妖不得。 很多人会说, 我敢说这些东西, 这篇文字, 是否会使得分化, 这个所谓的同路人呢? 我想再说一次, 黄毓文不是我的同路人, 黄毓文不是我的同路人,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他是不是我的敌人呢? 就很视乎, 他如何去对待我现在, 这一次讲的言论。 我会给足机会给所有的人, 我无天白是, 你这样去咬, 而且你咬的完全是诽谤的话, 而且你本身, 是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话, 虽然你的知名和影响力, 实际上客观上, 大不如前, 但我不会去散笑你, 但你起码有一定的知名度, 我会觉得, 有些事我需要为了Defend自己, Defend自己才能够Defend自己所做的事业, 让你不断问候我的家人, 和很多跟我一起工作的同道, 这一点才是我最重要的原则, 如果我都不能够Defend自己, 那怎样得了呢? 我不是煽动民主派阵营里面的分裂, 不是, 一,他不是民主派阵营, 二, 这是我定义的, 你可以说自己是, 你可以继续说的, 或者是本土派阵营, 他都不是, 你说我定义的,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 他可以有自己的定义, 他不是我的同路人, 一,他都说了, 他不是民主派阵营, 本土派阵营, 就是大家各自说, 我尊重大家的意见, 但我起码不会这么定义, 这个比我自己要有定义权力嘛, 那各位, 你们自己可以定义, 他是否民主派, 半土派的人呢, 留给各位的定义, 但我只想说一句, 我不视他为同路人, 至于他是否我的敌人, 就看他的反应了, 第二件事是很基本的, 我们之间呢, 会有不同的争议, 很怕我们去了海外的平台人之间, 互相吵架, 就好像那些中国民主流亡, 什么民主人士, 搞到互相拆台, 你又不适合我, 我又不适合你, 那些东西, 我想这些东西要讲清楚的就是, 不可以向缘, 等于说, 有些人, 他专门是, 就是, 说大话, 我们一定要说出来, 比如说, 黄毓民, 我们要开名地说出来, 那这些不可以接受嘛, 我也不是说, 你道歉, 我不会, 我不会接受, 我不会这样, 你道歉的, 我依然都会是, 欢容, 你真诚地道歉, 和大家不再说这些东西了, 甚至无理, 你说错了, 我都念在2010年, 那时候和你一起, 是战友, 五区公投, 当时很多和社民联, stand together, 的战友, 我会觉得, fine, 因为我们曾经有革命情谊, 没有革命的, 合作的情谊, 有嘛, 我念在这个情谊, 我不会在这篇文章上, 写到非常夸张, 高抗, 不会, 但我希望大家明白, 即是, 大家大眼熄人, 我只是这么说, 不是个个声称自己是民主派的人, 都是同路人, 你大家, 包括我自己, 都要用时间, 去证明一切, 而时间, 今天证明了一些事情出来, 希望大家明白, 我们下次再说, 不妙的证明, 我不妙的证明了, 要不妙的证明了, 要不妙的证明, 要不妙的证明, 我认证明了, 要不妙的证明了,